肩負責任而忙碌的你我 面對愛的人 我們會叮嚀他 別著涼 我們會叮嚀他 別餓早了 我們會叮嚀他 記得休息 卻理所當然的忘了叮嚀他 每分每秒呼吸的空氣品質 有多重要 其實我非常的愛我爸爸 然後在家裡面的所有的成員當中 其實也是我跟爸爸的感情最好 對 因為弟弟妹妹都小 所以我跟爸爸比較有常接觸的時間 所以爸爸給我印象最深刻就是 其實他是一個對家庭非常有責任感的人 他是那個時候從大陸遷移到台灣的時候 對 所以他是跟著當時的政府來到台灣 所以說當初他們在大陸的學歷 是不被台灣這邊認同的 既然他自己本身的條件 是沒有辦法跟一般社會人士公平競爭 所以你可以想想看 在三、四十年前 其實台灣的紡織業非常的盛行 所以他就想說好啊 那我就去做紡織 他最短的工作時間就要十二個小時 我覺得好像因為爸爸就是男生嘛 男生好像都比較緊 雖然我爸爸也是一個很重視自己身體健康的人 可是感冒這種事情好像大家都會帶過 但是有一陣子就是剛好他在退休的那一年 他長期的感冒了一段時間 我一直覺得說怎麼常聽到爸爸一直在咳嗽 我說爸你怎麼感冒都沒好 你有沒有去看醫生 他說有有有去看 對 可是這個感冒的時間讓我印象當中 我覺得好像很久 結果我爸爸去高雄榮總做了檢查 我從電話的另一端聽到父母親抱頭痛哭 然後跟我宣布了一個消息 就是說我爸爸得了肺癌 我反而很理智的說你們不要難過 我去問醫生 你確定我爸爸得肺癌嗎 他說對 我說可是很抱歉 我爸爸並不抽菸 那你知道醫生他第一個問題他就回問我說 其實這個跟環境 生活的環境也有關係 請問你爸爸是做什麼的 我說我爸爸是在紡織廠工作 那醫生就說 是啊 紡織廠那種環境 其實你可以稍微想一下 他的一些棉絮 一些空氣的品質 其實我們每天在稀露 而且他如果長時間在那種環境之下 對某些人的身體的體質 他可能會造成一些 就是惡性 毒性的一些反應 對 所以不見得一定要抽菸的人 才會得到肺癌 其實在當時 我 我 因為爸爸這種情形 其實家裡面需要有人照顧 所以說我是全心全意 吃掉外面的工作 在家裡面照顧父親 所以那整個過程 真的很難忘懷 對 所以後來我意識到 我們平常因為知識 常識的缺乏 所以你說有可能 我們忽略了某件事情 但是他最後 卻是造成我們家裡面 最大的負擔跟一個壓力 我希望跟他講就是說 其實那是我做不到的事情 我很希望就是說 你可不可以讓我好好的 就是撫養你 對我希望能夠改善你的生活 對啊 因為他為我們這個家 辛苦了一輩子 如果他要離開 又是這樣離開的 所以我希望能夠 讓我進我自己的裡面 你可以享受一些 真正屬於你自己的生活 對啊 我希望我可以做得到 因為我一直感覺說 爸爸就是我的偶像 結果我後來延伸到我的工作 我都希望我能夠為我爸爸帶來 驕傲即使他在騙他 他都知道我的成就 所以每次當我得獎的時候 其實我第一個想到 我就說爸爸我得獎 我的得獎感覺都是這樣子 我希望我爸看得到 日虎智慧抗敏空氣新晶機 獨家蜂巢式顆粒活性碳濾網 層層過濾灰塵 煙霧 細菌 PL.5 神智甲醛 三段式風速 能夠迅速進化室內的髒空氣 定時功能為您提供節能減碳的選擇 別再讓自己與家人用廢過濾張空氣了 日虎讓愛及時 有機會 日虎智慧抒心 死 夢 於